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星星的星座物 摩羯座可能不是最醒目的一群人 比起来第一印象掠走所有人的目光 长时间的地相处才能发现摩羯座面具下真实的一面 今天我们来聊聊摩羯座最招这几种人喜欢 令牧强的人 摩羯座的学习能力非常出众 学习速度也很快 摩羯座在学习过程中 会表现出非常旺盛的求知欲 加上细致入微的观察 这致使他们能做好生活工作中各种难度的工作 同时 心思细密的摩羯很注意自己的成功率 心里总会反复揣摩更好的措施 争取达到最完美的效果 在工作生活中很少出现纰漏 这样总能俘获他人的赞美 摩羯座不喜欢伸张自己 比起夸张卖弄自己的人 细节控的摩羯不会第一时间被人注意 但是墨墙的人一旦观察摩羯的能力 就会被他们的细腻折服 并且乐意和摩羯座共事或是相处 务实的人 摩羯座作为土象星座之一 他事文中是他们的共性 摩羯座对工作的要求甚至可以说是一丝不苟的 在生活中始终贯彻求稳的观念 喜欢按部就班 很少采取冒进的措施 这会引起身边务实的人的共鸣 摩羯座是内敛的星座 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一直保持低调的态度 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观点 也不屑于别人的目光和评价 归根结底 摩羯座只在乎自己是否能得到真实的好处 并且愿意为对方的价值回馈相等的报酬 这样也让很多务实的人喜欢和摩羯座相处 三 活泼的人 许多人很容易会对和自己结人不同的事物着迷 外向活泼的人也是如此 会注意到安静的摩羯座 如果需要一个良好的倾听对象 摩羯座可以出色地胜任这个角色 摩羯座在社交场合充满神秘感 他们虽然不善言辞 但是即使是自己不感兴趣的话题 也会在心里默默记住对方说话的细节 然后给予高质量的回应 同样摩羯座就像胡锅 需要一阵风来吹皱自己的连衣 他们也渴望和活泼的人相处 来获取更多对自己有利的信息 双方互利共存 四 专一的人 摩羯座很固执 固执到一旦选择就很难改变 对爱情更是如此 比起来寻欢作乐 摩羯对待爱情的态度非常认真 也很需要一个同样如此的伴侣 这种对待感情的态度 会避免很低质量的感情 让摩羯座吸引到志同道合的另一半 摩羯座在爱情中非常诚实 对待自己重视的感情 不掺杂任何杂志 有话直说 只为这段感情能长久地维持 摩羯座深知 物质才是生活的基础 所以会拼尽所有的力量 去给予自己爱的人优质的生活 这种付出对摩羯座来说太沉重了 沉重到很难舍弃 专一的人也是如此 双方一起为了生活奋斗 彼此吸引 无法分割 摩羯座沉静内敛 相处的过程就像一瓶沉酿 越贫越有味 务实踏实的态度 也会吸引到很多事业上志同道合 对待感情忠实专一的态度 也让他们会吸引到志同道合的伴侣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12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